台北市市医区的保林茶市一次食物中毒事件扩大 魏伯部在今天晚间紧急召开记者会 说明死亡个案的解剖检验结果 但你关心 今天法医这边有做解剖 那他当然他的这个检体陆续会送出来 但是我们在从其中一个解剖的检体 那在协议里面我们有验出所谓的这个 这个米酵菌酸也就是Fontraic acid 那这个东西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奇怪为什么标准品还没有到 其实是因为我们昨天开会完之后 那我们国内那有一个医院 他还有这个这个 还有这些所谓的标准品 他就赶快提供给我们 那我们就给法医研究所 那所以是法医研究所 台大法医所才对 那台大法医所这边 他就开始做检验 那所以在某一位 这个解剖的过程 那他产生的这个检体里面 有验到这个 这个所谓的米酵菌酸 那为什么特别今天开这个计程会 主要是说 因为这个跟我们调查的方向 有很大的关联 因为一般不是不可能验出这样子的这个 这个毒素 那他有验出来 所以跟我们专家会议 昨天开的专家会议 大家的一致的这个认为 这个的方向其实是吻合的 那么我这边也要再跟大家说明 因为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检方已经在做侦办 那我今天也有跟这个 北检市检还有新北检 都有做这个 我们告知 那我想我今天定位这个事情 就是说我们初步的检验报告是这样 那么未来 我们还会做什么 那在这个方面我们会再把这个 除了这两个我们的解剖尸体的部分的检体 会继续验以外 那在医院住院的检体 我们也会拿起来验 那接下来的验的速度就会比较快一点 那我们就会知道说 是不是大家都是这个问题 谢谢大家